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块面团 几种颜料 我说您做的面人 神态那么生动什么的 我父亲说了 面人就是面神 揉搓 捏切 揪条丫 滚脸 剁拔案 你这个面人 你做出要是没有神 那你就是小人形了 那就没玩偶了 没意思了 便有了形色各异的造型 便有了灵魂 中国人对面是有感情的 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 一直是以面食为主 曾听有人说 只有吃面食才能吃饱肚 可见人们对五谷杂粮中的小麦磨成的面的依赖 在中国大地上 关于面食的烹制方法多得难以隶属 人们吃面 爱面 玩面 似乎面成了中国人的头疼 面素是以面粉加彩为原料 手工捏制而成各种形状而得名 中国早在汉代迎神赛会的挪武 便有用面团塑成的鬼怪头部形象 新疆吐鲁藩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 唐代永辉四年 公元653年的陵墓中 发现有面质女泳头及半身男泳 距今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 这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面人文化最早的实物证据 面素在中国的历史可谓远远流长 在中国的很多农村 至今还保持着逢年过节 或者祭祀的时候制作面花的习俗 而现在的城里人则很难见到这些东西 面花又称花膜 礼膜等 尤其是沿黄河流域的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各省 以及内蒙古 新疆 东北等地农村 都普遍流域 都普遍流域 都普遍流行着面花 但不同的地方有各自不同的叫法 如陕西华县称大谷卷 关中地区喊作混沌 艳艳膜 甘肃叫作大月饼 山东则赋予它太阳饼的美名 只要掌握好发面技术 按照式样进行捏制 那么一个鲜活的面膜形象就会脱颖而出 在许多地区 人的一生不断与面花结缘 而面花也深深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面花从农村发展到城镇 则更多地衍生出它的观赏性和收藏价值 在一些专门的艺人手里 面人成为可供出售的工艺品 也被少数喜欢的人收藏 这或许就是曾经辉煌的面人 走向城市后变得取高鹤寡 而面花却能在北方广大农村经久不衰的原因 老北京街头最早出现的面素艺人 大多来自山东曹州 为现今的山东省合泽地区 他们背着箱子沿街售卖 一团团带颜色的面 在捏面人的先生手里 揉上一揉就变成了孙悟空 竹八戒 佛爷 兽星 胖娃娃等等 各式各样攀态可居的面人 若是有几个零花钱 换个带着长长绫子的孙悟空 一路取回家去 可要招来小伙伴们许多羡慕的眼光呢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山东艺人的出现 才影响和造就了后来名震京城的面人汤 面人郎等面素高人 以及他们的后代 面人汤 汤子伯出生于1882年 他的故乡河北通县 曾是各种民间艺术集散之地 耳濡莫然给他以深刻的影响 他的父亲是运粮和尚的码头工人 却刻得一手好砖花 由于家境贫寒 汤子伯小小年纪便当过小工 也曾提着小篮子上街卖花生 糖豆 汤子伯自幼喜爱民间艺术 当时的通州城里 有个老画师叫田凤明 擅长画人物 在那一带小有名气 汤子伯便拜他为师 由于汤子伯聪颖好学又很下功夫 他临摹老师的画 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 他就对这个绘画感兴趣 然后呢 通县呢 又有一个画的扇面画的 叫扇子画丁 叫丁子敬 那么他的扇面画画的也相当好 那么我父亲呢 就去临他那个画 这时候呢 通州有一个这个万寿公 万寿公呢 就是很热闹 这时候就过了这个 山东的这个面素艺人 就做那种孙悟空啊 猪八戒啊 就这 他一看呢 做的很粗糙 他当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呢 我要把我画的国画人物 用这个面的形式 做出小立体的小人 像多有意思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 他就说 我不买你这个人 我买你那个面 你卖不买 那当然他要卖啊 那好 那我多少天 我都给我全买了 然后回去以后呢 就用那个 一个竹片呢 磨那么一个 小雕塑刀的一个工具 然后回去自己 叫试制 试制试制 他就做了 就完全把他的 一些个国画人物 还有那个戏出的人物 他就做成面人了 最早的山东面人 为签举式 捏成的造型附着在一只竹签上 或尾子柜上 只能举在手上玩耍 很不易保存 汤子柜先生 根据这种情况 大胆改革 他通过转动竹签 使面和竹签离空 然后把面人 安放在托板上 这种形式上的改变 终于使面人 从街头上的玩偶 变成了可以陈设于 书桌案头 观赏把玩的艺术品 汤子柜先生 还从中国绘画中 汲取艺术灵感 一开始捏 就摆脱了 曹州艺人的老套路 当时通宪的万寿宫 类似于当时北京的 白塔寺和龙福寺 像个大集贸市场 逢五逢十 都有民间的戏班子 在那里搭台唱戏 汤子柏则成了 那里的常客 常常在台下看得出神 琢磨着那些戏中人的身段 表情 服饰和衣纹 每次看戏回来 无论多晚 他都要用速写的形式 画下那些戏中的人物 然后再按照那些手稿 捏成立体的面人 民间的面苏艺人 他们都是一些城市化的东西 也就是说有套路 比如就会五样 比如什么阿福 老渔翁 孙悟空 猪八戒 光公 木鬼英 比如就这几样 那么他就够了 在街上一买 走街穿巷的 一买就行了 那么我父亲 他因为他的基础 他是画国画的基础 那么他的这个题材 就比较广泛了 另外一个呢 就说呢 他对于这个 中国古典文学呢 从小就非常的 这个爱好 读了很多书 他就能够想到 我就不仅做 孙悟空猪八戒了 那我就要做 李白杜甫白居易 我就要做 三国水火红楼梦 那么他这么一做 就和那个 社会人一般 那个民间面苏艺人 不一样了 无论是传统题材 还是临时命题创作 汤子博都能应手而成 一次 他被请到 梅兰芳的家中 做了霸王别姬 梅兰芳看后 禁不住连声说 你做的鱼姬是我 是我 他做的老黄中 董西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 是谭教天般的 可见 汤子博对表演艺术家的 形象特征 及表演上的独到功夫 是很细心体察过的 结完以后呢 那个文化部部长沈延冰 就请我父亲到中央美院去 就说给 那时候有公益美术系 给公益美术系 做一些个教学参考资料 那么我父亲呢 就做了这个四大天王 另外呢 就是做了一套这个 水浒一百丹八将 那么做的水浒一般 那都是 可以说 欧心沥血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 他不但要做 某一个东西 那时候呢 我正在读中学呢 那么我母亲呢 就一边做饭 一边把各种版本的水浒 比如说这个描写武松的 他就把 凡是描写武松的地方 都加上纸条 然后呢 一边做饭 一边跟我父亲聊天 就是这一段 讲的武松什么什么 那段讲什么 所以一百丹八将 那是很下功做出来的 这是汤子伯做的 护士四天王 弹琵琶的 是东方驰国天王 驰宝剑的 叫做南方增长天王 拿伞的是北方多文天王 玩蛇的 叫西方广木天王 多文天王 是汤子伯老先生的 一件传世作品 他大胆地将国画写意 揉进面宿中 来表现中国古典诗词 与传统戏曲的意境 作品渗透着 作者的修养与智慧 面人汤的作品 不但涉及的题材广泛 而且在造型上 也极有特点 人物比例 按绘画的技法 讲究行七作五 盘三敦四 头脸比例 讲究竖三笔横五眼 左蓝台右停律 刀法陈池顿挫 色彩对比和谐 表情取神取韵 这些作品 传达着作者 对生活的热爱 和他朴实无华的 艺术追求 也透射出 中国古代文化的 博大精深 和民间艺术的 绚烂多姿 核桃面人 是汤子博先生的重要作品 它能在半个核桃皮里 展现出十分广阔的天地 就像一个微型的舞台 在这个不到一寸的舞台上 有故事 有称景 山石 西建 树木 乌宇 桥梁 舟车 人马 令人叹为观止 当时受到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喜爱 京剧老生 王少楼 曾经专门收藏 汤子博的核桃作品 汤子博先生创作的 《二十四仙朝王母》 《十八罗汉朝如来》的核桃作品 人物和动物的形态各异 生动传神 堪称艺术绝品 我小的时候呢 我就问我父亲 我说您做的面人 怎么的 那个神态那么生动 什么的 我父亲说了 面人就是面神 他说你这个面人 你做出要是没有神 那你就是小小人形了 那就没没有玩偶了 没意思了 所以他说追求的 也就追求的是这个神 他就拿出这个呢 灯光一 就把这个面人 这个影呢 映到墙上了 他说你看没有 他说面人要做到 进取神似 远取运似 你看我这个面人 你看这个神态 生动不生动 这是取神 那么他这个面人 映到这个墙上的 那个影像 有韵味 你一看也能看出来 汤素国 是汤子伯的次子 由于生长在艺人世家 汤素国从小就对民间艺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候逢年过节 家里变成了制作 民间工艺品的作法 你不粘一些 写对联 然后门口也可以 摆一个摊 卖对联 给人写对联 然后捡窗花 捡纸 捡窗花 然后那个 捡那个聚宝盆 那聚宝盆贴的门上 特别大 邻居什么的 也都要 也都给他讲 这个放风筝 我们家那风筝 特别大 这一间屋子 把这个翅膀 什么这个都拆下来以后 吊到顶棚上 到春天拿下来 再插上 插上用那个紫绳放 晚上骑着自行车呢 我那小二哥呢 这个到郊区 放这个大风筝 一直玩到晚上 然后把那小灯笼 系的那个 那个线上 一直照天 一看小天灯 那我们那时候 基本就是这玩啊 汤素国中学毕业后 曾随父亲 一起到工艺美院上班 给父亲当助手 后来 凭着努力 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 电子学系 那时候 他的梦想是当个科学家 然而 他只在工业大学 读了一年 就被工艺美院的老师 吴达志说服 怀着继承父亲 面儿汤面素艺术 一波的理想 转而 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在那里 汤素国 学习了六年的西洋雕塑 我就感觉呢 这个应该学院 要向民间艺术学习 民间艺术 也要吸收学院的一些的 艺术科学 这么样互补 我觉得这艺术呢 就更发展 更提高了 系统化的学习 使汤素国的作品 在造型上 更加讲究体面关系 也更加注重 科学化的人体比例 和结构 他把美术学院学来的东西 融会贯通的 运用在面素作品中 讲求人物的肌肉感 和性格刻画 而不追求外表的光滑漂亮 他在创作时 胸有成竹 往往只用三两下 便能捏出人物的 神态和动态 作品传达出 强烈的艺术美感 我们父子两个呢 由于时代不同 经历不同呢 所以这个创作题材 也不一样 把他的题材呢 概括成三个部分 一部分呢 叫做书派人物 也就是书卷人物 这里就包括了 你比如说 三国水浒 红楼 西乡 各种张辉小说 第二一部分 他就说是戏派人物 也就是戏曲人物 这里主要是京剧 圣诞经末丑啊 各种戏出啊 这是一种 第三种呢 他叫做佛派人物 也就是宗教系统的人物 比如佛教啊 道教啊 比如观世音啊 这个如来佛呀 那么到我这来讲呢 就说呢 继承了我父亲这个三 三个派别之后 又把它扩展了 你比如说这个 戏派人物 那么我就把这个 莎士比亚的著作 莎士比亚的戏剧 加进去了 比如有些个 这个电影题材 也把它加进去 比如做的佐罗呀 什么罗米歐朱利益呀 这把它也加进去了 这一个 那么书派人物呢 我不仅做中国张辉小说 而且呢 世界名著 比如高尔基的母亲呢 等等这些方面 又加进去了 就把它这个又扩大了 那佛派人物呢 那就是不仅做这个 观音如来 什么八仙之类的 我也做圣母啊 耶稣啊 那么这也做 所以从题材上 也扩大了 不但这个题材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扩大了 另外呢 又创作了一些个 新的东西 就从这个形式上 也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我做慢速 或者呢 就做一些个 那个这个 呃 变形的 或者夸张的 一些东西 第二代面人汤 汤素国的作品题材 十分广泛 除历史 人画 戏曲人物之外 还有不少 是以现实生活 及中外文学名著中的 艺术形象为题材的 他巧于构思 作品赋予感情色彩 善于抓住形象的特征 并大胆加以夸张 用概括的动作 生动的表情 饱满的体积 和简练的线条 来刻画人物 显得气势磅礴 极富艺术魅力 他的代表作中魁 不过盈寸之物 但经照相放大几十倍 面部仍旧特征显著 性格鲜明 就连那吹得四散开来的胡须 也为人物性格 平添了许多特色 我从小呢 受我父亲的这个教导吧 所以对中魁的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一个呢 就说呢 关于中魁的书籍呢 你比如中魁捉鬼传呢 中魁这个 很多中魁的绘画的题材呢 很多了 你比如这个 恨福来迟 独掌朝纲 耳听消息 等等等等 中魁嫁妹 很多关于中魁的故事 这都是民间里头耳濡目染 大家都知道的 另外就说呢 中魁呢 是一个 这个象征 就是降魔除邪 既能够保证你的吉祥幸福 又能够除 这个除掉你的 这个灾难 这个呢 人民群众是非常 喜欢乐将 而且非常喜欢中魁的 这是汤素国创作的中魁最税图 中魁把宝剑插在石头缝里 连沙帽也扔在一边 靠在石头上 憨然大睡 这件作品色彩浓烈 人物比例严谨 小中健大 在人物的神态刻画上 也有独到之处 这个脸 脸部刻画呢 因为他被中魁呢 都是这个 怒目而视啊 瞪了眼 你看他神态特别足 那么中魁要喝醉了 睡觉 那么你怎么体验他的神呢 那么我就完全用他的这种肌肉 来表现这中魁的这个 这种情绪 在以现代生活和文学名著中 人物形象为题材的作品中 汤素国创作的小泽真儿 抓住了著名指挥家 特有的动作瞬间加以刻画 充分表现了音乐家的狂热与奔发 在指挥棒划过的一刻 似乎听到缠缠音乐在耳边萦绕 汤素国十分讲究 体面关系与整体联系 他的作品既富有整体感 又面面相关 既玲珑剔透 又相互关联 在人物动态处理上 他讲究在大的动作中产生微妙的变化 色彩淡雅普捉 也是他作品的特点之一 他把浓郁的民间色彩 寓于沉着淡雅之中 用色和谐统一 不燥不腻 展现出一种优雅的古典之美 在色彩上该强调处 是以些微的强烈色彩 需着重处 点以浓重的胶末 面严汤的这个作品的 这个色彩来讲呢 它是来源于民间 又上升一步 提高一步 提高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他把中国这个传统的文人画 这个色彩 这个用色 和民间的用色 很恰如其分的把它融合进去 那么中国传统绘画呢 他都用的是石色 石青石绿 褶石藤黄 这种颜色的非常典雅 你看着非常柔和 非常有这个文人的默契的味道 这些东西 这种趣味 它和民间的又结合起来 那么所以我就觉得 就说面严汤的这个面素 这个颜色呢 它既典雅 又含有民间的味道 这种处理 所以它才能够进入了艺术堂奥 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 这个暗头陈设品欣赏 2001年7月25日 面人汤艺术馆在北京市通州区开馆 在这里 人们可以走进汤子博大师的艺术世界 欣赏他的艺术精品 缅怀他的艺术风采 一百余幅历史照片 生动地记录了面人汤的发展历程 展现了两代面人汤的艺术生涯 以及昔日大运河的繁荣景象 面人汤艺术馆还收藏了 面人汤二十余件面人精品 大量书稿 手稿和证书 其中最为珍贵的 便是汤子博先生的 河头面人木兰丛军 现在面人汤父子大量的作品 已被外国友人收藏 使面人汤的艺术走向了世界 历经千百年的漫长岁月 绵延不断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艺 如同炼艳的波光闪烁在 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面人郎 郎绍安先生 生于清朝宣统元年 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面素大师 北京郎派面素艺术的创始人 他出生于北京西城白塔寺大喜鹊活动 少年时期只念过四年私塾 并没有受过专门的美术训练 我们是满族人 那个我父亲小时候 满族的这个就是已经破络了 他的母亲死得也早 然后就在街上有时候卖什么臭豆腐 卖什么萝卜呀 就做小买卖 然后到他14岁的时候吧 在庙会看见那个就是赵阔明面人照 在那个那个就是白塔寺那个庙会上他表演 他就想学 人家不教 后来他就是反正想办法吧 讨那个师父的喜欢 然后就帮着他干点什么背着箱子呀 帮着他拿着马杂啊 就给他倒点水呀 反正就给他打他下手 然后这样呢 那师父就挺喜欢他的 觉得这小孩还行 挺好 就收他做徒弟了 长期的底层生活 使面人郎能够深入地观察和体验社会 这使他的艺术灵感完全来自于民间生活的历练 从学艺起便走街串巷 听书 逛庙会 他照着香烟盒上的戏文洋画捏 后来又嫌洋画太单调 欠生动 便饿着肚子买票看戏 他细心观察戏中人物的形态动作 服饰和扮相 然后凭着记忆捏成几寸长的面人 他对于服饰发脏胡须的刻画精细到位 表情动态塑造的活灵活泄 从当时的作品可以看出 郎绍安为了捏好面人 是做了大量的观察和研究的 从这些武将身上的盔甲 兵器的精细程度 也看得出来是极下功夫的 解放以后呢 那时候开始的春风 那个粮食都计划通宵 所以也没那么多面 就自己吃的这点不够了 所以就也就不捏了 卖烤白薯 然后考白薯后来那个 他不是那个有这个手艺吗 有人知道 说那个在文化宫啊 有个展览 说你捏点 参加那展览 后来他就做了点展品 就在文化宫那展览的 正好让朱总司令看去了 朱总司令看这个作品以后啊 人家给介绍的 说这个作品呢 是谁谁做的 然后现在他卖烤白薯呢 那他一惊 说怎么怎么不给组织起来 都 由于和朱总司令的机缘巧合 面人郎进了当时的 工艺美术研究所 参加了工作 从那个从前这个走街串巷 到现在有固定的工作 那个生活也有了保证了 这样呢 我们一家的也就不 不东南西北的 就是跟着我夫人去跑了 生活上也比较安定 面人郎 郎绍安 在几十年前 做出了一套 旧北京街头的分组小景 卖糖葫芦的 剃头的 卖茶汤的 焗锅焗碗的 吹糖仁的和拉扬车的 这些作品无不唯妙为笑 还有一件打糖螺的 这可是老北京人 最喜欢的东西 做的也是特别的 精巧细致 一副带棚着挑索 上面挂着几只 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 几只绿豆大小的空竹 难得的是 都捏得那么小巧 还那么精细 这些都是老北京街头巷尾 最常见的 也是郎绍安 儿时最熟悉的场景 想必在制作的时候 也投入了极大的感情 那一个个在记忆中 凝固了的历史画面 自有一种领悟 一股流略 像是老人对自己心爱的作品 最后一次沉甸甸的抚摸 对儿时往事的前卷撕裂 郎绍安1960年创作的 仿裕面素索蛟龙 人物及服饰处理细腻 表情塑造生动传神 显示出面素大师成熟的技巧 和非凡的功力 这件作品在阳光下晶莹剔透 不知道的人很难相信 这竟是用面做的 一只健壮的郭郭 穿着碧绿的外衣 趴在黄灿灿的玉米上 正背着脸 贪婪地瞬息着玉米的枝叶 旁边的天牛 也支愣着触角 毫不客气地 嚼着鲜嫩的玉米粒 玉米饱满诱人 叶子纹路清晰可变 玉米须依稀 随着虫儿的咀嚼轻动 天牛 锅锅 自顾自地闷头滔铁 灵敏的触角和轻薄的翅膀 似乎还在微微颤动 在柔和的阳光下 所有的色彩仿佛 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膜 黑 黄 绿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这是郎少安先生 在五十多年前创作的面素作品 《锅锅玉米》 虽说经几十年风霜岁月 看上去却依然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 郎智利是面人狼的三女儿 她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 是唯一一个从小就随父亲学艺的女孩子 从萝卜 小兔 到观音 侍女 兽星 郎智利学习了父亲的全套技艺 成为了面人狼的第二代传人 后来又在技法上加以总结和提高 像我附近从前就是做眉毛眼 它是用脖子切一块 切一条 安的眼睛上 安的眉毛上 就是这样 鼻子呢 它是挑完以后 填上 然后用剥的那个压 那我是搓细条 一边粗一边细 当眉毛眼睛 那个鼻子呢 我是用那个剥棍 给它滚 不用两边压 一压呢 它有死印 这样呢 看起来比较舒服 郎智利的作品 多是连台上 衣媚飘飘的观音大士 似仙非仙的侍女 大多小巧而精致 比起父亲的家传来 更多了几分女性气质 小小的一枚核桃中 坐着华美端庄的花神 一年十二个月 每个月 一位掌管鲜花的女神 在她们的掌管下 一年四季 都有鲜花开发 这套十二花神的 核桃面素 是郎智利充满女性 浪漫想象的代表作品 卡通面素 记录了她玩面的童心 这些博来品的造型 是否会让她怀念起 小时候的那份 天真和喜悦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 郎智利用葫芦壳 制作的面素作品 受到广泛的好评 这使她在面素艺术上 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七六年 开始做的葫芦人 这一个葫芦里头 我做了一个一百个小孩 就是叫白子图 做了那个葫芦是人家给了我一小葫芦 我说这葫芦挺好玩的 我就下点功夫 琢磨琢磨 把那一个葫芦呢 劈开了 分成两半 把里头的那个籽啊 瓶啊都扣下来 扣下来里头 就等于一个葫芦 劈开以后是 一边割了五十个小孩 做完以后呢 大伙就觉得 这挺新鲜的 以前没做过 那会儿我父亲好像也没做过葫芦的人 后来呢 我又用葫芦呢 做了一个秋运仙剂 这个葫芦就比较大了 水浒篆里头一百单发酱 这一百单发酱的上头吧 我是用那个葫芦的那个剃 弄了一个鹤头 然后底下一边弄五十几个人 五十四个人 加一块是两个五十四 一百零八个人 这些产品呢 后来都被外宾买走了 这是郎智利根据《红楼梦》中 元春省亲为题材创作的 元春省亲中 贾政的大女儿元春被封为贵妃 皇帝恩准她元宵节回贾府省亲 贾府为迎接元春省亲 专门修了一座大官员 元宵节之日 元春乘坐秀奉金鸾大教 前呼后拥来到大官员 见到贾母 王夫人等彼此悲喜交集 郎智利创作的元春省亲 人物众多 神情各异 对人物着装 也刻画得精道细微 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玉 宝琴 秀烟 平儿四人生日 众人在韶药兰红香谱中设宴 香云不胜酒力 醉卧于山石辟处一个石凳子上 用胶帕包了一包韶药花瓣 众人看了不尽又笑又碍 郎智利还根据《红楼梦》题材 创作了西春作画等作品 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 展现了一个女性艺术家 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郎智利的作品 人物生动 形象逼真 神情唯妙唯笑 精巧细微 可谓巧夺天功 曾有美国朋友称她是造人的上帝 现在她的女儿陈军 在她的培养和指导下 也能捏出一手绝活 那时候我是学刁妻的 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刁妻也不行 后来我也想退休了 我母亲也死得早 我父亲一人也挺孤单 当时呢我就是经常呢 上我父亲那儿去伺候她呀 给她做做饭的啊什么的 然后呢我就跟她学了 开始呢就是学侍女 就是学什么小胖娃娃呀 侍女呀 捏点小动物什么的就这样了 反正后来我就觉得她 念那个360行吧 我觉得就是老北京那个什么 打腾锣的呀 没都知道什么这种的 拉扬车的呀 剃头的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这比较欣赏这个 所以后来呢我自己也做了一点 面人郎郎绍安的大女儿郎吱英退休后 也开始从事面素的研究和创作 代表作品有《金宁十二差》 《西春作画》 《史湘云醉卧少要阴》 《八仙过海》 《十八罗汉》 《京城三百六十行等》 面素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 通常会在家族中代代相传 全向荣是郎智英的女儿 是郎绍安的外孙女 也会捏面人 看着一对母子聚精会神地 摆弄着指尖上的小面团 仿佛忘却了世间一切的俗事 这种凝质高远的心境 恐怕是常人所难以体会的 郎式面素对于人物的刻画细腻 充分运用揉、捏、揪、挑、压、搓、滚、碾、拧、按等技法 对细节不厌其烦的勾勒 制作一丝不苟 细致入微 这是郎智英制作的观音 洁白的衣裙 蓝色的腰围 黄色的项链 绿色的头花 她熟练而果断地操纵这些形状和颜色 在她的脑子里 这形象是那么的清楚和毋庸置疑 似乎这些传说中的人物 一直被她藏在心中 圣洁而不可侵犯 在现代人看来 那些复杂的发型发迹 繁琐的服饰飘带 在她的手里 揉搓起来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也那么的得心应手 她做的观音菩萨 微闭双目 左手托镜瓶 右手持领枝 似乎正准备将甘露撒向人间 叫人看了不尽心声敬畏 我女儿啊 她也是那个学这个 她的主要是特征 她就是说 有的时候 她能够捏出一个现代的人 什么的 像我父亲那时候呢 就都是古装的 我女儿她主要是 也继承了一部分 就是照这个古代的这些东西 她也有她自己 她也有她的同心 那些现代人物啊 什么跳芭蕾舞的呀 什么那个 就是现在的这些演员 那些形象了 狼狮面素更多地秉承了传统的题材 色彩明快 手法细腻 具有浓郁的香土气息 在制作上都是一次成型 制作之前 经过深思熟虑 神态细节 了然于胸 捏起来 一起喝成 他们说 面人制作的关键在于力度的把握 小小面人 不过才几寸长 要在这样大小的空间内 对人物进行细微的刻画 并做到不增不补 肢体间的无缝连接 全靠一双妙手控制力度 当你就是说 有一种渴望 去创造你一个作品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 就是怎么说呢 睡不着觉 真的是睡不着觉 你闭着眼睛 一想 说我准备要捏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脑子里去构思 他的那个就是人物的形态呀 还有很多道具的做法呀 什么的布局呀 那些东西的时候 真的挺兴奋的 挺兴奋的 然后就恨不得就就马上 睡睡觉 恨不得马上就起来 就去创作有那么一种欲望 然后当你创作完了以后 把你的这个你的想法 和你的那个思维 都展现在你的作品里的时候 你觉得你做出来以后 你觉得那是一件精品 真的你觉得很伟大 都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 我做完一件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哦原来我还这么了不起呢 我觉得我挺 那个时候真的是挺自信的 家住北京郊区 大兴的游国城 游东涛父子 多年来执着于面素艺术 没有经过什么师傅什么的 去求师 我们住在那农村 跟市区也比较偏远 比较接触去 业内的搞面素的人 也比较困难 所以说自己就不断地研究 他们长期对材料 与技法探索和研究 不仅使他们的作品 更加富有艺术性与观赏性 而且逐渐解决了 面素工艺中 所遇到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使现在的作品质感更鲜活 更易长久保存 经过的不断地改进 不断地实验 所以一直没有走入社会 觉得自己的技法方面 或者是材质方面 还没有过关 所以不断研究 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 也是没少糟粮面 浪费了 估计加起来的话 最少也得有200多斤 最后终于研究成功了 就是说很好的质感 尤其作为侍女的脸部 干了以后 面部那种淡淡的光泽 就像人家有人形成说 你这就像是真的肉 扎一针要流血那感觉 面人游的作品 技法精准 质感细腻 在创作题材上 不拘泥于传统造型 而且在面素材料的配方上 还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优优独播剧场 面是比较搞面素来讲最关键的 因为你做得再好 最后干了以后达不到那个效果 最后不是变形开裂或者质感没有了 看很粗糙 所以说我们研究成功 我们自己的配方 比如说做这皮肤的质感 表现你在那个比如说侍女的这个 它叫光泽性啊 柔润透那种感觉要更强一些呢 你在面的配方的时候呢 就有一定的感性 比如说那个少加一些白的颜色啊 多加一些姜米粉的原料啊 增加那套的感觉啊 面人游大型作品 三英战旅部 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第五回中的古牢关三英战旅部 整个作品塑造了十人四马的不同造型 通过细腻的艺术手法 再现了古代中国武士 敖战于沙场之上的英雄风采 作品中的战马和人物 结构合理 动感强烈 赋予张力 作为三英战旅部这件作品 从特点或者说它的突破来说 就是一个很主要方面就是马 马的塑造 从它的肌肉感 然后到腿的支撑 都是符合真实的情况 然后在整个地面的处理 也是接见了一些模型的那种制作方法 表现真正的古战场的那种野外的风景 然后就是从面的质感来说 也都是各就各位 不同的部位表现不同的部位 然后像需要用金属的 比如刀剑 用金属材料 直接用金属材料精心的磨制出来 非常的精细 而且感觉特别到位 然后这是整个作品的布局 表现旅部 败走其他三刘关章追他 然后人物相互呼应 有追的兵 有逃的兵 逃兵有逃兵的样 追兵有追兵的样 就是好像一个真实的历史瞬间的 那么一个定格 游东涛的面素作品《乾隆大乐》 是参照清代宫廷画师 意大利画家朗世宁 为清高宗乾隆画的肖像而作 从查阅资料到出品完成 历史两个多月 乾隆服饰上的每一条龙 都是用面糊点上去的 非常精致 这件作品充分利用了 面这种材质的特点 并结合精细的彩画技艺 2002年 面人游父子开始将作品推向市场 在艺术与商品之间 寻找对话的途径 出发点就两点 一个是作品的艺术水平 一个是它跟市场结合 市场结合就是 也是一步一步摸索吧 从一开始到上五星级饭店代销 捏了什么作品 捏出一批各种各样的作品 去销售了 结果什么样的卖的好 逐渐走进的经验 什么样的不同地区的顾客喜欢什么题材的作品 这样自己慢慢有了这方面经验呢 就跟市场结合 根据市场的需求 创造这种题材作品 但是呢 一个题材问题 一个是你的工艺问题 人家顾客购买 必须得一看 哎呀 从那个造型气质 那个内在来说 没问题 然后工艺上也特别精细 我花这个钱 它值得 也不能粗制滥造 2003年12月 游国城游东涛父子 入住了京城百工坊 202大师工作室 在这里 他们的作品 可以更多地 展现在游客和收藏家面前 不知面人游父子 进入市场的商业化操作模式 是否值得效仿 这种面向大众化的出售作品 能否还在艺术上保持高度 但是那些长久摆在 艺术家书房里的 积着灰尘的艺术作品的出路 在哪里呢 这些衣着华丽的小面人 是否会感到孤单寂寞 如何解决 艺术与商品的有机结合 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争论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你艺术家 你根据你 对这个真正下功夫 真正投入 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群众 不管国内国外 他会买账的 传统手工艺 不能离开这个 传统 不能离开这个 民间这一块 商品归商品 你那个他特色都不错 作家是用笔 来写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那么我们呢 是用我们的双手 去捏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现在年轻人吧 都不喜欢学这个 他觉得一个是苦 再一个是 现在都有经济头脑 这个呀 不论那个卖的 卖不成功的钱 既然有人喜欢 而且呢 制作成本也非常低廉 而且呢 做这个 无论你是自己爱好 还是作为商品 商业目的 你都能获得一定的回报 这样呢 总有市场 有市场的东西 它就不会消亡 在时代的脚步 开始产生强大冲击波的今天 面素这一传统艺术 不可避免地 失去了昔日的坎坷 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是 如何把根留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